你知道女生最低成本便利的方式是什么吗 就要睡觉 觉睡好了 这个精神状态就好了 那气色啊皮肤啊自然就好 那今天呢就带你们参观一下我的卧室 让你们看我为了睡这个眉毛觉都下了哪些功夫 首先啊卧室的灯光呢 一定要暖要暗 营造出舒适的睡眠环境 如果顶灯特别亮的话 那这种暖光的小台灯一定要用起来 然后呢就是床上用品了 那我下室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个 柏莱的冰藤鞋 你看它这个鞋面啊 编制的非常细 摸起来啊就跟我脸一样光滑 完全不会拉皮肤 因为它是天然的植物纤维和冰丝合二为一的嘛 所以它不仅有冰凉席的柔软清凉 还很耐壮 躺下来啊就感觉瞬间降温 它凉凉的但是一点也不冰 那像南京呢现在都已经37度了 我不开空调 还是可以清新爽爽到天亮 因为呢它是有好几种材质组合在一起的嘛 就等于说是叠加了好几层半分 主打的就是一个透气 我愿称之为贵呼吸的凉席 多久的老房都知道我皮肤很敏感 但是它用的是国标优质包心线 所以说我总税都很安心 清洗呢也很方便 就直接用湿布一擦 然后自然风干就可以了 那不用的时候呢就这么叠一叠 给它放起来 差不多十秒钟不到就说好吧 但美妆博主的家里怎么能有丑东西呢 它的颜值啊在我这里也是一百分 这种极简风呢就是很经典 永不过时 不管你家是什么样的装修风格 都会让你觉得 哎一整个大柱 它这个上面的浮帽刺绣也是点睛之笔 真的超级精致可爱 我是不得好 不仅可以提升我们睡眠的舒适度 更能提升我们居家的幸福感 罗兰的福猫绣花冰藤鞋啊 这个夏天 我没它不行